距离2023年央视兔年春晚不到一个月 今年有哪些明星参与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先看最新曝光的春晚彩排现场 明星们进入央视演播大厅 这个标识很醒目 再看大厅内部很是喜庆 再看到岳云鹏正在排演节目 导演为他指导 他拿着提词器 看看还有哪些明星现身央视 大姐大秦海露来了 这个和张子怡、刘烨、秦浩、曾黎、袁全 梅婷是同班同学的明星 这几年频繁上春晚 这一次他又来了 他扎着马尾辫白色棒球帽 一袭白衣保暖羽绒服 估计他今年会参演小品节目 还有四次上春晚的30岁的杨子 这次低调现身 他穿着黑色羽绒服 几分神秘 包裹很严实 一头蓬松头发 28岁的毛不易也来了 再看还有谁 凭借正午阳光选一句开端和少年派2 今年再度爆火的赵金卖现身了 还有天籁之音的丹依纯到了现场 他没有包裹严实 看得出清秀的面孔 戴得好像不是N95口罩 再看单依纯的背影 确实很瘦 演唱过时间都去哪了的王正亮也来了 引发了人们关注 来看一下他的正面照 和为大勋谈恋爱的秦岚野兽妖参加春晚 他很平静地看着镜头 也没有遮遮掩掩 王宝强野兽妖来到春晚现场 长得越来越像汪小飞的王宝强 这个姿势很酷 还有我们喜欢的山海情里的热衣扎 也低调现身了 近来很火的33岁的宋毅 他露出大眼睛看着镜头 汪龙苏 吴磊都来了 还有老西谷李光复老师 演员宋佐现身 当然46岁的撒贝宁出场最潇洒 毕竟他是央视的主持人 和保安和央视大门都很熟悉 其他人都需要人引导 而撒贝宁直接刷卡进门 秦海陆 秦岚 丹一纯 汪龙苏 王正亮 赵金脉 梁子 吴磊 宋佐 宋毅 王宝强 热衣扎 李光复 月云鹏 目前看到在彩排现场 大家期待的张小斐 沈腾 贾琳还没有现身 还有 更多人期盼这个人快快上春晚 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演得那么好 赵丽颖最有理由上春晚 目前他参与百花迎春春晚彩排 估计会上央视春晚的 你最期待哪位明星呢